欢迎收听白话时机 演播 福林 将侯周博世家 二 调侯周亚夫尚未封侯而担任河内郡守的时候 许富曾经替他看过相 他说 你妈在三年以后会被封侯 封侯八年之后会担任将相掌握国家的权柄 地位是非常的贵重 在人臣中间没有第二个能够与你相比的 再过了九年你会被饿死的 周亚夫笑着说 哈哈哈哈 我的大哥已经继承我父亲的侯爵 万一我大哥死了 他的儿子应当继承侯爵 怎么说我周亚夫会被封侯呢 但是既然像你所说的富贵了 那又怎么说我会饿死呢 请你指示我 许富指着他的口说 你的嘴边有树直的纹理进入口中 这是饿死的面相了 过了三年 他的哥哥将侯圣之犯了罪过 孝文帝选择将侯周伯儿子中最贤明的人 大家都推荐周亚夫 于是封周亚夫为调侯 继承将侯的爵位 汉文帝后援六年 匈奴的大军大举侵入中国边境 于是派曾正刘李担任将军 驻军在坝水之上 派驻资侯徐立担任将军 驻军在吉门 又派河内军守周亚夫担任将军 驻守在系柳的地方 来防备无人的侵略 有一次汉文帝亲自去劳军 汉文帝到坝上及吉门的军营 可以一路持车进入军营 自将军以下的人骑着马迎接送别 不久汉文帝到了系柳营劳军 军士们穿着铠甲 手里拿着锐利的兵刃 张开弓弩拉满着 天子先驱的部队来了 不能进入营征 先驱部队说 天子就要来劳军了 军门的都尉说 我们将军的命令说 军队中间只听从将军的命令 不听从天子的诏命 过了一会儿 汉文帝到达了 又无法进入军政 于是汉文帝就派遣使者 拿着天子的符节 告诉将军说 我要进入军政劳军 周亚夫于是传令打开军营的大门 军营大门的卫兵告诉随从天子的车马说 我们将军的军令 在军营里面 车马不能奔驰 于是天子就安坐在车子上 手上拉着缰绳 慢慢地行走 到了军营之争 将军周亚夫手拿兵器 向汉文帝耿手行礼说 穿着铠甲的将士不能下败 请求以军队的礼节见面 天子深深地受了感动 改艺人貌 俯身凭着车前的横幕 向军队敬礼 派人向周亚夫道谢 并说 皇帝很恭敬的慰劳将军 完成了慰劳军队的礼节 然后离去 汉文帝随从的人走出了军营的大门后 群臣都非常的精锯 汉文帝说 哎呀 像周亚夫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真正的伟大的将军了 以前在坝上与吉门所看见的军队 军纪涣散没有威仪 简直像儿戏一样 他们的将领很可能遭到敌人袭击的时候就会被俘虏的 至于周亚夫嘛 谁又可以侵犯他呢 汉文帝称赞周亚夫善于治军 过了很久 仍然赞不绝口 一个多月以后 三所军营的将帅皆被免除 于是 汉文帝拜周亚夫为中尉 掌管京师的兵权 孝文帝将要崩市的时候 告诫太子说 假使国家有什么紧急的事故发生 周亚夫可以真正的率领士兵平定乱世 汉文帝崩市以后 汉孝景帝拜周亚夫为车骑将军 汉景帝三年 吴楚等帝反叛朝廷 朝廷正当用兵的时候 所以把周亚夫从中尉晋升为太尉 掌管全国大军 向东进攻吴楚 周亚夫到了淮阳 查明形势以后 于是自己向汉朝天子请求说 吴楚的军队轻装俭从 行动又极为快速 无法与他们交战 希望汉朝暂时把良帝放弃 让敌人的军队占领 然后断绝吴楚良道 才能制服吴楚的军队 汉景帝答应了这个要求 周亚夫太尉已经会合各路军队与形阳 这时吴国的军队正在攻击梁国 梁国紧急请求周亚夫的救援 周亚夫太尉带领着军队向东进入昌义城 深挖城池 坚守不出 梁国每天派人向太尉求救 太尉为了自己的计策 坚守阵营不肯前去救援 梁国上书给景帝说明太尉不救梁国的事情 汉景帝于是派遣使者赵命太尉救梁 太尉不遵从皇帝的赵命 仍然坚守壁垒 不出兵救梁 却派遣清骑兵 由庚高侯这些人率领 去断绝了吴楚军队后面的梁岛 吴国的军队缺乏粮食 受到了饥饿 屡次向汉朝的军队挑战 汉朝的军队始终不出兵作战 有一天晚上 汉朝的军队中发生惊恐的事件 营内自相攻击互相扰乱 甚至扰乱到周亚夫太尉的帐下 但是太尉始终睡得很熟 并不起床 不久以后 军阵就平定了下来 后来吴冰奔向城墙的登南边 太尉派人严加防备西北边 吴国的精锐部队果然猛攻西北边 但是攻不进去 吴国的部队已经饿了很久 于是带着军队逃去 这时候 太尉派遣精锐的部队追击吴冰 大败吴国的军队 吴王刘碧抛弃了他的军队 跟着数千精壮士族逃走 逃到了江南丹图县 建筑公室坚守自保 汉朝的军队因此乘着胜利向前追击 完全俘虏了吴国的军队 迫使他们投降 并且拿出千金的代价购买吴王的头 过了一个多月 越国的人斩下了吴王的头来领赏 这次的乱世总共打了三个月 最后吴楚被消灭平定了 于是朝廷的许多将领 都认为太尉的计谋是正确的 也由于这件事情 使得梁孝王跟太尉的感情有了仇怨 这次战役凯旋归来后 朝廷又设置太尉官 汉景帝五年的时候 周亚夫升为丞相 汉景帝非常的器重他 汉景帝被立太子的时候 丞相曾极力的争辩 最后没有结果 汉景帝从此以后就疏远他 而且梁孝王每一次上朝 经常跟太后谈论调侯的缺点 有一次窦太后说 皇后的哥哥王姓可以封侯了 汉景帝推子说 母后 从前的时候 南皮侯是太后的侄儿 张武侯是太后的弟弟 先帝都不曾封他们为侯爵 到了我即位的时候 就封皇后的哥哥 这怎么可以呢 王姓不能受负 窦太后说 皇儿啊 为人君主的 各依当时的情况来行事 不必完全相同啊 我哥哥窦长君在世的时候 竟然不能得到封侯 他死了以后啊 他的儿子彭祖 反而可以封侯 这件事我很懊悔呀 你赶快封王姓为侯爵吧 景帝说 嗯 那请让我跟丞相 共同议论 再做决定 于是汉景帝跟丞相 讨论这件事 周亚夫说 高皇帝 高皇帝从今做了一个约定 不是流姓的人是不可以封王 不是有功劳的人不可以封侯 如果不守约定 天下的人民可以共同起来讨伤他 现在王姓虽然是皇后的哥哥 但是没有功劳 如果封他为侯爵是不合约定的 汉景帝听完了 也无话可说 只好作罢 后来匈奴王 维徐卢等五人投降汉朝 汉景帝想要封他们为侯 以奖励后来的人 这时丞相周亚夫说 他们判了主人而归降于陛下 如果陛下封他们为侯 那怎么能够责备那些不守洁的人臣呢 汉景帝说 丞相的议论不可采用 于是把维徐卢等五人 全部封为猎侯 周亚夫因此假借生病的理由 辞泄在家 汉景帝中元三年 周亚夫因为生病的缘故 被免除了丞相的职位 不久 汉景帝住在禁院之中 召见条侯请他吃饭 在饭桌上面 只放着一大块肉 既没有细切的肉 又不放筷子 这时条侯心中愤愤不平 就像上席的人要筷子 景帝看到了 冷笑着说 这莫非不是你的意思吗 条侯赶快把帽子脱下来向皇帝谢罪 皇上起身 条侯因此跑出门外 景帝目送着他出去说 唉 这个玉世就不满意的人啊 不适合担任年少皇帝的大臣 过了不多久 条侯的儿子替他父亲 向专门替天子制作皇家贡品的公关 购买盔甲矛盾五百件 可以殉葬的 要求雍公的基线很紧 而又不给钱 雍公知道他是盗买国家的进气 所以愤怒的上书控告条侯的儿子 叛变朝廷 这件事连累条侯受到了侮辱 皇上看了雍公的上书 就把这件事交给玉丽去办理 玉丽拿着博书在公堂上一条一条的责问条侯的罪状 条侯却一句话也不回答 景帝骂条侯说 哼 我干脆不用你对付公堂 就命令他直接向廷尉报道 由廷尉治他的罪 廷尉问条侯说 条侯想要造反吗 周亚夫回答说 我所买的器具乃是殉葬用的器具啊 怎么能说我要造反呢 玉丽说 呵呵呵 条侯正是不在活着的时候造反 也将在死后造反吧 玉丽侵犯他更加的厉害 最初玉丽捕捉条侯的时候 条侯就想自杀 夫人阻止他 所以没有死 因此就下了庭尉治罪 因为五天不吃饭 吐血而死 死后封国就解除了 条侯的爵位断绝一年以后 景帝于是就另外封 将侯周伯其他的儿子 名叫周坚的为平曲侯 继承将侯的爵位 十九年后 平曲侯去世 皇帝给他的嗜好叫贡侯 他的儿子贱德继承侯爵 十三年后 曾经担任太子太傅的官 圆顶五年的时候 因为所献筑记的黄金品质不好 犯了罪过 所以除掉封国 条侯果然像算命先生所说的 饿死了 条侯死后 和景帝于是封王姓为盖侯 太使公说 将侯周伯最初还是老百姓的时候 是一个粗鄙质朴的人 才能也不超过一般平凡的人 等到随从汉高祖平定天下的时候 身居将相的地位 朝中诸旅想要作乱 将侯周伯毅然决然的起来 扛救国家的灾难 平定诸旅的乱世 是朝廷恢复到以前平正的地步 这种功劳 纵然是伊尹周公又怎么能超过呢 周亚夫在用兵的时候 能够保持威仪点重 能够掌握坚强忍耐 就是司马扬居又怎么可以增加呢 可惜他满足于自己的智谋 而不能虚心地学习别人 遵守节操 而不能顺应局势 保全自己 最后终于穷困 实在令人悲伤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